你呢可能还不知道啊 曾经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现在呢也都合法了 尤其是第四个啊 记得了点赞收藏起来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非法同居啊 1984年的时候呢 我国是颁布了一项法律 其中呢就明确规定啊 没有办理这种结婚登记手续了 以夫妻的名义呢 同居生活那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在这项法律呢发布以后呢 甚至呢就是夫妻呢 住这种宾馆 住这种招待所呢 都在带上结婚证 才能够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啊 直到2001年了 才取消了非法同居这个概念 改为同居 那第二个就是在校的大学生呢 是严禁禁止结婚的 现在呢我们上大学 零这个结婚证呢 甚至都是可以加这个学分的啊 但是呢在八九十年代 教育部呢是明确规定 在校的一个大学生 是严禁禁止结婚的 如果说你想结婚 必须呢先退学 而且呢不得复学 那第三个就是这种流氓的行为啊 现在这个海王海后们 如果说回到那种八十年代 真的是要被枪毙一百多次了啊 在当时的流氓罪呢 个个都判得不轻啊 有跟多名异性的 保持这种暧昧关系被枪毙的 也有女生呢 跳那种贴面舞被判刑四年的 有的呢甚至没穿那个上衣 一直盯着过路的一个女士看的 被判刑十年以上了 1997年的这个灵芒罪呢 也是被取消 并且呢被分解为违蟹罪 聚众淫乱罪 还有那种寻寻姿势罪等等啊 不知道对此 大家都是怎么看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